国际老师平常穿着这么的大胆 对其实呢 炫烂多 不但你的投资其实 对其实我的投资是蛮保守的 因为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说 一个人要把自己装饰的像圣诞树 这么的繁复 其实也要付出一点代价 你怎么说自己是圣诞树 很好看啊 那其实就是说我个人 因为我从小我家里真的非常穷 到现在哦 我还连佩儀也在怀疑说 我是不是富二代啊 或者说我一定是 是有什么好的那种家庭背景 其实都不是 我小时候真的非常久 然后我爸妈又很很 我很难理解 她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小孩 我们家生很多小孩 然后又种田 然后我还要帮猪接生 所以变成说我小时候 帮猪接生 所以以前种田都要啊 我其实我的记录是帮猪接生 1600多头小猪啦 那其实对我来讲 小时候的印象哦 穷到我都到国中 其实已经似懂非懂 我就对天讲话说 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 我不要再这么穷了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就是对天讲话 那我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好一点 因为那样子的观念 所以我一直开始 就是说我在做任何投资 我都非常小心 包括你看我 我念机械工程 然后又在汽车零件厂当黑手 然后从那个小黑手开始 你们不要看我猪钢拷手机 我以前那修理汽车 我从来不带珠宝修理机 当然了 所以现在迷腐货 当然怎么当 会给到那个 你那个虽然太闪了 对了 你被闪到 那个我刚出社会是很穷的啦 我都没有戴戒指哦 我要澄清 我那时候很清纯的 然后呢 那现在几个啦 哈哈哈 然后呢 就那时候其实 就开始有一点点钱了 那其实我因为 我家很穷 所以兄弟又多 然后我们家又务农 所以我那时候的薪水 我从一出社会哦 我就把我的薪水分成三等分 我三分之一一定要寄回家里 因为我们需要钱 家里需要钱 然后有三分之一呢 因为在台北生活很不容易嘛 要租房子又要吃饭 然后三分之一 我就拿来自己应用 那这三分之一 是我跟我家里争取的啦 要不然我家里其实说 你薪水全部寄回来好了 你就睡工厂就好了 那其实我就是 拿那个三分之一 我就是一直在做一个梦 就是我要翻身 我要翻身 所以呢我就把那个三分之一呢 就拿去 想尽办法 我就想要让三分之一 能够再变更多的钱 所以那时候呢 我常常就是会去 想说什么赚钱的方式最快 后来我就是因为我 我常常会跟我们会计啊 聊天啊 公司聊天 因为我们是做钢铁业的嘛 那其实那时候 我常常会去听到一些 会计会跟我讲 最近钢铁又涨了啦 或者拿什么东西又涨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开始说 那钢铁涨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来买 比较牢靠 我就可以少少买一张两张 买个中钢啊 或者买一些很传产的 这样子的这些股票来 看能不能就是说 除了我那个死薪水以外 我还能够帮我自己增加一些收入 就因为这样子买 然后有一点点经验 然后也尝到一点甜头 所以后来我就是主要呢 就主要的方向 只要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 那我也很小心 那就是我只有买那些股票 那一开始还蛮正确的啊 你很保守 就是买你相关产业的 对相关产业 然后有那个波动 有那个行情 其实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比较踏实一点 OK 但是后来听说你也一样 这个他如果每个股民 都一定会做的事情 听名牌 对其实我要讲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最恐怖的 就是说 其实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尤其在我身上 就有一年 其实我有个朋友 就是可能很 这一些长辈有听过 长辈 有一年 就是 国际老师你说长辈 对不起前辈 然后呢他们就有人来推 就是说 推说有一个新的那种科技 就是说像水刀 就是好像雷射那样的东西 然后你用水可以切什么任何机器 任何在意的东西 长辈真的都听过 对他可以采矿也可以切碟 这件事情非常闹得非常大 然后其实我有几个演艺圈 其实主持人蛮大的他的 还有几个朋友都算名人 他们因为相信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因为 对我们真的是都很 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几年 然后也因为相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集资 然后就 哇 有人几百万几百万 然后我当然那时候也投个 一百 大概150万 我就好像反正就这么好的科技 我一定要投 而且又跟我的产业很有关系 以后可以切我们的钢铁 我当然就投啊 那其实投了以后 结果他说可以买 然后我们快要上市 然后未上市 比如说一张可能上市以后要十块 可是我们只卖你七块 比如说这样说 结果我们全部都去买 他总共我们几个朋友 就募集了快两千万 在他身上 结果这件事情拖到最后 真的是我们一直等一直等 当然他很 我们这一些专家都知道 然后呢 最后的结果是 根本就是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件事 没有这个产品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做不出来 你是人家公司了 最后 我们后来 先讲一下 其实国际老师讲的这个 我举个简单的 各位都知道 很多人手上都有钻石 对不对 钻石挖 不能够用所谓的钢钻挖 钻石挖是用水刀 它是很特别的技术 但是这个特别的技术 只有两家公司 一家在德国 一家在瑞士 那时候台湾就一直说 我们要发展这个技术 我们就想说 有可能吗 然后后来就 这件事情拉拉拉 结果后面发现 它是一个梦 它是一个骗局 又是骗局 对啊 当然就是买个梦 像佩姐刚刚 那个梦至少还有 剩下三分之一 剩下一百 你的梦呢 我的梦完全是泡沫 然后完全是一个空患 完全是没有存在的东西 然后就变成说 哇我们所有的 如果在你旁边 遇到那个人 他讲我也会拿钱出来 对 真的 因为你们要阻止他 而且我们这样子 每个人赔这样几百万 那个人我们还常常见到他 现在还常见到他 他应该也赔很多钱 对他也赔 其实我们后来也 不是那么怪他啦 对 可是每次我们看到到 他到那种有米其林的餐厅 去吃饭 我们也在那边吃 我们几乎都快被噎死了 为什么 哽咽 然后就卡在这边说 你还可以这样花钱 那其实也会出现这种错误 那我也买过一些股票 完全就是朋友讲的 然后哪里听哪里听 我最惨的就是 我来买衣服的贵妇 你来买衣服就好了 干嘛撩股票 然后 我还想说 你赶快下单赶快订 赶快订做嘛 就赶快刷卡嘛 可是他们又不要 他们就 国际老师我跟你说 最近我认识那个老板啊 然后这个是真实的 因为我真的是 他老婆很熟啦 熟帕之交啦 然后就是说 这一档怎么样 你的客户很多 一定算是贵公司董娘啊 董娘 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的贵妇啊 然后就是非常多 那我这样关系把它套回套 我也相信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骗 因为他们真的是 就是认识 而且很熟 连那个董娘我都有一点熟悉 然后当然越听哦 你本来一开始就说 赶快刷卡 赶快买衣服 后来想一想说 一件衣服才赚你多少钱而已 然后呢 我只要去买这个股票 我可以赚 我不用在那边缝亮片啊 或者在海外那边 撤衣服画设计稿 然后我就好 那我就事后 当然他们那个贵妇就说 你一定要买多少 一定要什么时候进场最好 然后那时候真的忍不住 我回家就是几乎都兴奋到睡不着 因为 这么嗨 我就想说哇那这个 如果这样股票一直涨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我手上这一颗钻石应该 尺寸不是这么小哦 你打的 这个已经好几克拉了 就七八克拉以上 七八克拉 对啊 然后一想到我的手上都没有戒指的时候啊 还有四五只手指头没有戒指 我就有点心酸 然后就失心疯 然后就想说好 那我就再多头一点 因为这些董娘都那么熟 而且根本不是假的 一定很稳的 然后我就是这样头 然后没想到一头 天啊就是几乎断到 我连我的手指头都快被断掉了 然后就是 你会知道那种赔赔到最后 剩下一半不到三分之一这样子 每个贵夫都被 都被这样套牢 那套牢以后当然我也很惨 我是双重损失的 因为他们就隔一个月以后 他们心情也不好 也不爱漂亮 也不再来买衣服了 就是后一阵 买衣服的钱也没了 也还好了 心情都变好坏哦 哇真的好惨哦 所以我们知道引引为戒了 连他这个消息面 还有人脉这么广的 对啊尤其是真实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想说不艳丽 我们都觉得说人家说媒体人 很多人会跟你讲很多消息 也真的听到很多消息 但是很有可能就被当作是出货的消息 你就是被锁定的 要来散播这些消息的人 对有可能 那后来我当然因为有这一些 教训后来我就开始转型了 我就在投资上有开始在改变 转什么型 对其实后来因为我想说 我之前这样子买 其实都好像失败的几率高于 就是有一些判断都是错的 那后来我就选择了 就是买那种基金型的 指数型基金 指数型的基金 然后呢其实我在每个月 我都给自己一个规定 就是说像我到目前为止 还是就像美国的那种指数型基金 我每个月都还固定丢 比如说台币15万左右 然后呢台湾的那种指数型的基金 我固定比如说投个五六万 或者到到七八万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然后我给自己限定就是说 真的是把这些呢 就投在最稳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时候我光以2008年到2018年 今年来算 其实哇那个真的是多到 就是把我之前 每股十年大多头 你都参与了 对然后呢其实赚的 到现在我去算那个平均指数 其实那个赚回来 大概就有12%到15%左右 有年化有15%以上 有年化有 然后我持续就一直挑整 有时候再增加 然后就继续放着 那其实因为我个人因为胆子 其实也没那么大 我赌心也没那么坚强 所以呢我会觉得说 我这样子放 然后这样固定 对于我这种就是害怕那种 上上下下的啊 一直跌 涨跌的那种情况 我觉得对我会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我现在都采用稳当型的 然后呢稳当到 其实现在的获利都很平稳 包括你看像最近 我都不管川普有没有吃药 或者他又发了什么事情 我都不害怕 因为其实我都很相信说 这个坡洞不会再太大 那上上下下是一定会有 可是我可以耐得住 除了这种指数型的以外 我还有为外请我一个好朋友 其实他这个好朋友 真的是跟我做好多年 在台湾他还帮我嘛 他嫁去美国以后啊 他就是也在美国操作 然后呢我就会把一些钱 也再丢给他 那其实他就帮我操作 他其实这个人非常值得信任 不像佩杰那个悲惨的经验 佩杰越听越心酸 所以我现在带我一切防小人 然后我这个朋友是 他真的是专心的在操作 而且他绝对不浮夸 他几乎每一年 虽然在美国 他每一年还跟我开大概五次的会 就是我们还会很密集 或者我去美国或者他回来看 然后他非常小心 他绝对不会去乱 照他的意思去投那个标的物 那其实我也会自己 有一些标的物给他 然后他非常小心 他也不要帮你赚太多 他也不会让你赔太多 他就是很稳当的这样投 所以呢这个例子也 也让我达成一个梦想 比如说我那时候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 我想要在第五大道 可以住在那边 结果我在五年前 我就在纽约的第五大道 就买了一个房子 第五大道 对 第五大道 门号是第五大道 那其实这个钱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我 尾外 我这个朋友帮我操作 还有我买那个指数型的 然后赚到的钱 我并没有 就把它拿回来台湾应用 或者怎么样 我就一直存一直存 那真的是 刚好一个机会来了 五年前买那你也是赚的 大概就是快要一倍 那是个新大楼 那只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离川普大楼很近 然后就是 那最红的地方 最红的地方 最红的地方 就是我的鞋对面是 是川普大楼 唯一有点碍眼 看到那个金色的大楼 有点怂 我自己也带近的 然后就其实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就觉得 越来越相信说 你还是往牢靠 保险的方式去进行 千万不要这样子冒险 去投资 其实就是为我未来 自己做打算 好